再来看到八年前西径遭坑害 台湾新光三月百货 今天以独资的方式在中国开幕 受到媒体议论 尤其是近期许多国际零售百货业 重整退出中国 台湾百货在大陆的经营 格外受到关注 新光三月再度挑战中国市场 苏州电砸下百亿台币 25日正式开幕重返中国的唯一原则 改采独立投资形态自敌自荐 就是不想重蹈八年前 北京新光天地短短四个月 就遭合资方北京华联 丙囤经营权 连绍东吴新达都惨遭软禁 新光三月因此被迫退出经营 经过多年谈判 持股从50%降到20% 血淋淋的震撼教育 还有远东成都太白事件 2013年遭二房东强制断水断电 不过两年后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谈起目前中国经营环境 他这么说 有几个区域呢 这个法规呢 并不是怎么讲呢 很能够以法者 他们各种的这个花样 使得我们有些地区经营的时候呢 是有受到一些打击 台商在中国除了面对执法不利议题 净设加上网购冲击 据统计2014年大陆百货零售衰退高达15% 近来沃尔玛联合利华在中国实体店营收莱克量纷纷下降 也让美国百思买德国麦德龙部分跨国零售公司 一一撤出中国市场 台湾百货零售业附入拼转型 前方仍有一番挑战 新唐亚台电视台湾台北正宜报道